前几周我们都在看自然语言处理 其实我现在的一个自己做的计划叫做八级语 前几周有一周我们突然就直接写起来 之前就一直在做 但是那天做一下之后 我发现有新的想法 就可以继续做 那为什么我做这个东西 其实我在1996的时候 我在中央研究院的资讯科学所 我当研究助理 那时候我在许文莲的实验室做 那许文莲实验室它是就是做自然语言的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初期的产品 是那个自然输入法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可是它从那边开始做自然语言 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我就去做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这个领域真的很难 多难呢 其实你有时候想也想不清楚 那有些问题就是这样 你一直去想 一直去想之后 你都发现 慢慢的有一点进展 那这就是要念研究所的同学 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你到底研究所想要是在做什么 像这个问题我做了多久 我从至少1996开始做 现在2016我已经做了20年 进展有多少 没有多少 10年前我放弃了自然语言的领域 我觉得这个领域做不下去 然后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 因为周杰伦 应该是要挂方文山 对应该说是方文山 对 因为方文山和周杰伦的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有什么问题呢 你稍微想一想 做自然语言 如果你想做理解 这件事情的话 有多难 那我们上次做了小学数学 好像我可以算出答案 小学数学我甚至可以读懂 然后算出答案 没有问题的 那自然语言理解又有多难 可是那是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受限 非常小的领域 它就是在讲苹果有几个 橘子有几个 就这些东西而已 那当然不会那么难 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到一般的日常生活的用语里面 就变得难了 甚至你把它放到一些更有诗意的地方 那就非常困难 比如说这一首歌 菊花坦 他怎么唱 你的泪光 露若总带伤 惨白的月弯弯 勾住国王 夜太漫长 凝且成了霜 我怎么觉得第四句歌词跟我想的不一样 第四句到底怎么唱 我记得第四句好像 我一生在智商 悲风吹乱 这是第二段吗 那我忘记了 那 是谁在隔楼上 我觉得这个唱起来很不顺 这个第四句唱起来很不顺 我一生在智商 悲风吹乱 比较顺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第二句 这第二句到底 你要怎么了解它 惨白的月弯弯 勾住过往 我十年前 离开这个领域之前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到底我的电脑 要怎么样理解 惨白的月弯弯 勾住过往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没办法 没办法 我到现在还没办法 如果你有好办法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这个问题我PO出来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看一下 有些人的回忆是怎样 有人说单一神经元 不懂这个词 要模拟蛋白质 这个 这是什么 好 然后呢 什么样才叫理解这个句子呢 这就是我一直困扰的问题 什么样才叫理解一个句子 那如果 我有跟各位讲过图灵测试吗 有吧 上次讲到Siri那些 应该有讲到图灵测试 那如果我们要对自然语言理解这个东西 用图灵测试来测试 是可行的 他说你让他读完一篇文章 然后你就问他关于这个文章的问题 就是阅读测验 如果他每题都答对 我就说 或者说他答对的比例已经跟人一样 那我就说OK 他已经具有人类的智慧 至少在理解这篇文章上面 具有人类的理解力 OK 那我们考小学生不会都这样考 我对电脑也可以做考小学生的方法 那就有人说理解自然语言的程式输出应该要是什么呢 只有语法术结构是不够的 对啊 那我们那天 其实八级语如果你剖析出来就是一个语法术结构 但是这个够不够 以理解而言确实是不够的 那上礼拜我们有讲到栏位填充机制 对不对 我们把那个 比如说他用栏头敲钉子之类的这样子 把敲这个字当成主要的 然后往外联 就可以主词是他 受词是钉子 然后工具是栏头 就这样子 加入语意填充 栏位填充 这会多前进一点 可是问题是 还是不够啊 因为如果你今天 想要做 比如说像小学术学的那个算答案的问题 那你该怎么做 一个办法是 小明 我帮他建一个物件 他拥有 苹果 橘子 柳丁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 他只要拥有某个东西的话 就再帮他建立一个关系 然后连起来之后 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世界模型 那于是呢 加上世界模型之后 我们的理解就会变得更深入 我可以说他给了他三个苹果 那他的苹果就剪掉三个 OK 那这种方式就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一点 所以加上世界模型 但是 加上世界模型就够了吗 以这一句 与惨白的月弯弯构筑过往而言 不够 对不对 你怎么样加上世界模型去理解惨白的月弯弯构筑过往 如果你有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有个月亮 月亮是白色的 你可以说它是惨白 没有问题 但是月亮弯弯会勾筑过往 这件事情不合逻辑 好 那不合逻辑的这件事情 正是这个句子方文山厉害的地方 方文山的词 它有一种诗的意境 对 那种诗的意境 让你在非常不合理的矛盾中 产生一种美感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 人类心理学 那没有办法 你如果今天要能够体会这种 这种歌词的意境的话 你必须要加入美感模型 你必须要为人类 帮它加入人类心理模型 和美感模型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城市 可以去对这具有感觉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对我目前来讲 根本就是误解 OK 人类心理模型是什么 美感模型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你可以写出Alpha Go 你可以战胜世界奇王 但是你要写出 一个城市理解惨白的 UOM Go著过往 这件事情 或让它可以产生跟人一样的感觉 是非常困难 所以这句话很多人就在说 不要说电脑 连我都看不懂 你要叫电脑怎么去理解 对 对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 我不会看不懂 惨白的又要勾住过往 我觉得其实这句写得超棒 可是问题是电脑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难理解这种东西 对这种东西有感受 你只要有感受 你不一定要理解 所谓的理解 你都从这里 你可以觉得 哇这句写得好美 就OK 那可是电脑要做这件事情 很难 然后所以有些人就来讲 这里这里 对 之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朱邦复 他宣称说 他可以把你输入的那个文章 画成一张图 用电脑 OK 但是我一直 好像之前他展示过他的原型 可是我认为 那些就跟我们做小学数学一样 是套在一个固定的领域 或受限领域上面的处理 那不是像这样子全面 对吧 竹帮物把文字变动画 这个 那可是这里 我相信他还是在非常受限领域 他已经70岁了 他是那个苍结输入法的发明人 OK 还在做吗 不确定 真的吗 明年初问世 可是这几年 2007 已经16 没看到 所以 OK 显然 并没有 并没有 那么简单 那所以勒 所以勒 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 看起来 好像没路可以走 往往你如果去做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现做了很久没路可以走 没路可以走 先离开吧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是 坚持下去 然后继续做这个领域 你知道很多东西其实你做 你不是一年两年我做硕士 我就要可以做出什么太多的成果 其实是很困难 那很多东西 你有些人都要坚持了三四十年 才做出了一点成果 举个例子 前一阵子的深度学习 这个领域 有一个人叫做亨藤 亨藤是谁呢 亨藤是 1985年的时候 他发明了波子曼基 波子曼基 波子曼基 那时候 有些人注意到他的这个机器 但是觉得好像没什么用途 而且训练起来非常慢 然后用途又不大 这个人在2002年的时候 把他的波子曼基 稍微改变了一下 便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受限波子曼基 OK 这个受限波子曼基的重点不是那个模型 而是他提出了一个训练演算法 这个训练演算法 可以用非常快速的方法 去训练这个波子曼基的权重 受限波子曼基的权重 然后呢 他提出来这个受限波子曼基 四年之后 大家开始 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 他又做了一个 影像辨识 手写数字上面辨识的一个范例 然后从此就引爆了深度学习的这个技术 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 又十年过去了 一直到这一次 阿法购挑战祈王成功之后 大家开始发现说 原来这样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十年 十几年 我们一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他 原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OK 所以我最近又回去看那个 像深度学习的这些东西 我发现对 英藤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 他 1985年就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30年 40年 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做 OK 结果整个人工智慧的领域 被他又重新找回来 尤其是神经网路的领域 被他重新找回来 事实上这个人 这个人非常厉害 英藤 他 我给各位参考一下 Homepage of Jeffrey 您看他 他有在Coursera上开课 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神经网路里面 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者 OK 那甚至他开的Coursera课程 你看这个 这个上面有他 维基百科上面也有 OK 然后呢 Coursera Coursera上面 有一盘他的课 2012年开的 机器学习中使用的神经网路 多人多大学 我还没有看过他的这门课 我知道有这门课 但是我没进去看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 坚持度很高 而且他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的研究者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像惨白的月花构筑过完这样的句话 那我们上次所尝试的那个小学数学那些东西就很难套在这种领域上面 那我们所做的八级语又有什么用呢 好 刚刚我在想这件事情 刚刚才在想到一个可能的用途 因为我回去我就把程式模组都做好写了 那可是呢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翻译的时候 你稍微看看 我现在的程式翻译会长这样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Your tear light tender weak me都 bring heart OK 这个看起来英文听起来也很有诗意 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到底 到底整句话的重点是什么 那惨白的月弯弯勾筑过完 Miserable fighter demands curve curve look life past two 这有点怪怪的 好 那所以呢 Night to long 因为long有很多意思 所以这里是time 漫长 Condense became the forest Is who at two I think upon I is called The hopeless 我看了我就很hopeless了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 很啰嗦的句子 你这样子人家会没办法接受 所以呢 我刚刚突然在想 我能不能用八极语来简化 就是做一个比较让人家看得懂的翻译 后来我想可以 为什么 我之前一直想不出来 我八极语的语法到底用在翻译里面要干嘛 现在我想通了 语法用在翻译里面有用 怎么用 来 上次我们是不是弄出了一个像这样的语法 小s n次 对 小s零次以上 再大s一次以上 再小s零次以上 OK 那这一小段其实就是一个短语 对不对 就是一个短语 好那他可能如果是名词的话就是名词短语 动词的话就动词短语 好这时候呢 你知道吗 所有的小 小n或小v通通都是修士 所以你翻译的时候 如果把它略过的话 并不会太严重影响语义 只会影响修士而已 OK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们如果只翻大s 那会如何 如果只翻大s 好那我这边就做了一个翻例 是上我陈世然的一起 我做的翻例是这样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就变 Your tear Soft with hurt 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就变 White moon walk past OK 夜太漫长 凝结成了霜 Night to long Condense to fall Froached Froached Froached霜 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 Who ate Ethic Condely hopeless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省掉了很多东西 此番主要的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构想 还没有做 所以目前这个构想 回去我会去写 但是其实这种翻例 我不是现在才做 我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次 一直到后来我学 重新 开始学网路技术 我还一直用翻译当翻例 那这边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好 我把我之前的一些程式 都弄回来 然后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音和逐字翻译系统 然后有八级语的写作ID系统 这个我很之前就写过 好 那现在的翻译结果是这样 北风与太阳 当我的输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会翻出这个样子 那你会觉得 北风和太阳 北风太阳争议哪个更强 一个旅客来了穿一个斗篷 他们同意谁拖旅客的斗篷是更强 北风尽力追 旅客抓他的斗篷 北风放弃 太阳闪耀温暖 旅客拖他的斗篷 太阳赢 看起来 好像有点懂他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们 我为什么要开始在做八级语的一个目的 因为你这里其实 北风和太阳 那我可不可以加 可以啊 他马上就会翻译 和月亮 OK 这里马上就有 而且会提示你月亮 而且每一句的中音对照和磁性 他会翻在这里 然后最后 这是上一版 这比较很久以前的一版 那之后我会把最近那个加上去 那所以你看到 这里我翻成中文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说 OK 那我只要翻英文 我只要翻中文 我只要我要中音对照 OK 你都可以这样轻易的处理掉 所以界面不是问题 最后的问题比较大的 还是你翻得怎么样 那要翻得好 一个方法是 透过自然语言理解的技术 但是显然这一点我做不到 所以目前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人造语言 不要用自然语言了 自然语言太难处理了 太复杂了 我用人造语言 那也就是说呢 语法是我规定的 那你只要照这样写 我就那样理解 语法和语意 通通都会规定好 那给对方看的时候 对方也不会有起义 因为对方必须要按照 那个语法和语意来理解 这一句话 就OK 所以目前我们的这个之前的一个版本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所以之后我还会继续做这个 那目前会想简化翻译模式 采用语法的方式去做简化翻译模式 我想应该是轻易就可以做得到 只是翻译出来不见得这么漂亮 可能你要看你的字典 你的字典有多好 那那个翻译的品质就会有差别 OK 那有一些词我会用123 因为它一个词翻译成多个词 123 但在简化翻译模式里面可能那些就不见 123就不见了 因为在逐次翻译我们可以翻过去再翻回来 简化翻译翻过去就翻不回来 翻译过去那个小S通通都隐私掉 OK 好 那这是有关于自然语言的部分 我们还有一些的后续的想法 那上次我们 我们做的那个小学数学测试题 那个部分 就是 是一个非常受限的领域 所以今天把它补充了一下 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难很多 特别是像这种歌词 难度是很高的 好 OK 那所以先 让各位消化一下 吸收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假 迭代算法 然后再来讲图形搜寻 今天应该至少会讲完图形搜寻 所以你可以稍微先看一下图形搜寻 我们待会再继续 它试子 它锅 内语 aca